大家好,我是紫君 今天是4月6號 清明後的第一天 我住在交流道的第五大城市 中國有句古話叫 清明前後總瓜點豆 我們這兒還是冷 非常冷的春天 適合於中土豆 今天我就來給大家看看 我是怎麼做土豆的 首先這是一袋從超市裡面買回來的 土豆種子 我把它放在溫暖的室內 差不多一個星期了 昨天我把這些土豆呢 給它切成了一塊一塊的 保證這個每塊土豆上都有兩到三顆以上的芽 大家看看我是怎麼切土豆的 這是一個完整的土豆 我把它切成幾塊 保證每一塊上面都至少有兩個芽 然後這兒有一個芽 這一個也會是一個芽 這兒有一個芽 這兒有一個芽 好,我們就去種土豆 這兩個芽 我們已經整理好了 看這個 這一邊還有那兩 那兩行 芽的呢 我已經買好了 現在我們跟大家演示一下 我是怎麼操作的 首先 我們在這個菜床上呢 在這個菜床上我們起了兩籠 在這個籠與籠之間呢 定距大概是30到50公分之間 在這個籠上呢 我們又挖了勾 挖了一條長長的勾 這個勾生呢 是大概15厘米左右 這個籠上呢 跟這個菜床底的距離 大概是35到40公分之間 首先呢 我們在這個勾裡面 撒上這個 撒上這個化肥 我喜歡用這種化肥 它可以種花 也可以種菜 在這個化肥裡面呢 撒上這個肥料 土豆 一般不需要太多的肥料 為什麼我們起這個籠呢 起這個籠的目的呢 是為了保 保持這個肥料 還有就是抗汗的作用 這個土豆呢 我已經切好了 每個土豆啊 它有兩個 至少保證了兩個雅點 這個土豆 然後我們走每個15到20 這是10 20公分之間 我放一個土豆 把這個土豆呢 有雅點的地方 朝上 就是101 130 150 199 200 最後呢 再放一個土豆 保證這個土豆芽向上 我們再澆上 我們再澆上水 我們再澆上水 輕輕輕的蓋上 蓋上薄薄的一層 就可以了 等著發霧芽以後 我們可以再把旁邊的土 給它堆上 一般一個星期以後 土豆就會發芽 等到7月1號 10周以後 看見土豆開花的時候 一般下面就可以挖土豆了 為什麼我喜歡種在籠上呢 因為我們可以從這個旁邊 把這個土慢慢的扒開 看見大的土豆 就可以把大的土豆取出來 再把這個土輕輕的蓋上 土豆就有更多的生長空間 就可以收穫更多的土豆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得多一點 謝謝大家